手滑,吃老本,炒作,行机表,营销咖,赵露丝红了 这几年赵露丝变成了绿茶的代名词 各大平台底下都充斥着赵露丝绿茶的不良言论 甚至在他直播的时候都是情依色的绿茶 鬼然狐才是娱乐圈里明星最好的保护色 最近随着赵露丝和吴泪主演的行汉灿烂,月生灿烂的热播 涌出了不少关于他角色统治化严重,台词公里差,审美疲劳等无脑黑言论 确实得承认的是,赵露丝饰演角色存在类型化的形象 从2020年开始,他就成为了甜宠剧的一姐 饰演的角色大都是元气甜美沙雕的少女 不可否认的是,98年出生,飞科班出生的他 确实缺少系统化的演技训练和台词学习 但全网如此整齐化一,并且系统化模式化水军的黑法 不仅让人心生怀疑,他到底动了谁的奶酪 1998年出生的赵露丝,读服装设计的他 大一的时候就签约了公司,进入了娱乐圈 而其实,他初中的时候拍的照片 就成了逢迷一时的QQ空间女神头像 飞科班的他第一次拍戏前 甚至连摄影机监视器都没见过 如此摸爬滚打,跌跌撞撞 拍了几部小成本网络填宠剧 好不容易2020年因为古装情喜剧 创文中的陈千千开始时来运转 这部营造了女尊世间的网剧 成为当下最热门,讨论度最高的剧集 虽然还是一部小成本,甚至有点粗制滥造的网剧 但是口碑和热度都给赵露丝创造了起飞的风口 果然是小火靠捧,大火靠命 赵露丝凭借元气沙雕少女风杀出了一条血路 从此之后,血速占领甜宠市场 成为当之无愧的甜宠剧女神 颜值讨喜,甜美可人,路人远好,情合力 演得不让人出戏,价格还便宜 小成本网剧又怎么会拒绝赵露丝呢 赵露丝夹缝求生成为了娱乐圈系分领余下的香伯伯 上升势头大好的赵露丝也没有被名利所淹没 没有滥用自己的人气,尚总已消耗自己 而是扎根在横店里拍戏,稳扎稳打 他继续乘胜追击,拿出了我喜欢你 又小爆了一次,又拉拢了一波粉丝 攒足了路人员 在角色统治化声浪此起彼伏的时候 赵露丝靠着唱歌行中的小白花里乐烟 向大众证明了他的潜力,让人倍感惊喜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赵露丝出演了一部接着一部的小胡剧 在整个娱乐圈都叫不上名号 转变为来势汹汹,迅速吞噬少女市场 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这么巨大的转变,着实吓人 这么毫无防备,自然迅速搅乱娱乐圈中平静的湖水 分的蛋糕少了,能不及吗 因为找不到什么能黑的地方 于是绿茶成为了复制粘贴最高频的字 赵露丝本人也不惯着 直播的时候不少人整齐化一的刷着绿茶 她没有装作视而不见,直接对 别整这些有的没的,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走,并且提醒粉丝不要去吵架 赵露丝是一个大大咧咧 搞笑直率,古灵精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 她的梦想是当一个男的 女粉丝想要握手,她效应能握手 男粉丝想要握手,立马正则 不要,你是男生,下次可以握脚 想对粉丝说的话是 希望你们在天冷的时候多喝热水 不要兔头,早点睡觉,不要长痘 面对粉丝的回对,她说 我觉得我的粉丝都没有真心的 在对我,她们都是出于爱 主持人问她,如果走在路上 被搭上了,第一反应是什么 她说,请健身房游泳了解一下 别人问她,你会弹什么乐器 她会说,我会弹脑门 对于自己的一水肿体质标签 她说,我现在一点都不会水肿了 但是这个标签不能没有 要不然我以后,要是胖就没见口了 对于和素颜进行和解 她说,我素颜的照片也是当我 状态很好的时候,我才去拍的 脸色辣黄,长痘痘,有黑眼圈的话 我自然也不会发出来 所以我也没有和素颜和解 也许这就是她的魅力 真诚大方,有趣可爱 赵露丝整个人很松弛,很放松 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快乐传染给你 可能这就是那么多粉丝 喜欢她的原因 其实她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的美心美肺 角色统治化严重的问题 她其实也很清楚 主持人问她,你这部戏 跟上部戏相比有什么突破吗 她出乎意外的坦诚,这个角色跟之前确实没有什么反差 这个咱也不能欺骗观众对不对 有人问她是否担心观众对她塑造的角色刻板印象 赵露丝笑了笑,还需要担心吗 现在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她也很无奈,现在找她拍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戏 但是她也很豁达 我放得平心态,同一类型的角色 大家都能想到我,我已经感动十分荣幸了 其他不同的角色,如果制片人信任我 导演信任我,我也很乐意去演 看得出来,赵露丝还是很想突破自己的 还是对演戏有追求的 与此同时,对于当演员,她也有着情形的认识 让人很动容的是,当被问到演员是什么 她笑着回答,演员就是我自己啊 做演员就是我的全部啊 我没有学过演戏,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所以压力很大 但是我知道离一个成为好的演员,我还差很多 对于赵露丝而言,演戏是她的全部 她甘之如一 对于娱乐圈的起起伏伏 赵露丝坦言,只要享受当下就好了 多的时候一定是我可以休息的时候 怎么说呢,以赵露丝的心态 顶住这些黑料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从常人来看,赵露丝可能还得加倍努力 提升自己的演技 不用实力,让黑子闭嘴 这才是根本之计 而且一部分批评 其实也是不想要对赵露丝有好感的路人 怒气不争 赵露丝需要警惕的是 自己落入演技程序化的潮救 需要的是后继勃发 只有这样才能不枉费自己的好资源 才能不耗尽自己庞大的观众员 才能真正成为一名拿得出手的演员 赵露丝希望可以接牢 九五后小花 新一代的接力棒 真正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成为一名真正的流量与实力艰巨的演员 一会儿再进行 一会儿再进行